大批神教阵头 陆续来到陈福宫前广场 为夜巡绕镜活动先暖身 时辰一到 陈福宫举行西勤王爷及众神 出巡平安绕镜活动 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 副市长邱佩玲亲自服教 参加夜巡仪式 我觉得很棒有这个荣幸 西勤王爷的夜巡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传承 而且把我们的北港艺术完全出来 今天非常热闹 听说有四百五百个人 让我们家族人都在这间庙 要保佑 每年都会一定会六月二十四 今天是我们 参与新党庙 北京澳雅 伊万西亚 绕镜活动前 副市长邱佩玲 明镇处长张渊祥 和市议员林敏勋 金庙方人员 共同上香祈福 现场还分送咸光饼 让大家吃了保平安 我们在闹镜的时候 小朋友都 妈妈都会要给小朋友吃 就是快平安长大的 咸光饼 我走法了快七十个庙 我觉得基隆每一个人都好可爱 尤其庙里面 因为他们身心有音源 身心有恩惠 所以每个人都很单纯 也很善良 很爱每一个基隆公庙的人 我们戏群王爷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他是主要传统的这个戏体神 那主要是掌管这个戏曲啦 乐器等的这个神明 那所以说每年都会 我们办绕镜的活动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的这个 各方的这个友工 都会来镇头来一起来 共襄盛举 来跟我们友工来互相占助支援 绕镜活动吸引了大批民众参加 队伍浩浩荡荡出发 沿途经过多间庙宇 还有各式镇头 剪家 胡家等联谊会都共相胜举 传承百年宗教仪式 除了是一场有意义的活动 也带给民众心灵上的抚慰 记者 黄绍铭 借用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